新鲜的丸底跟无花肉一起蒸 味道太好吃了 男人爱做菜 媳妇般的爱 Hello大家好 我是陈小翠 无花肉要烫一下皮 才买到毛腥味 把它切成厚薄均匀的片片 豆瓣酱 把多水 用的老豆瓣 比红油豆瓣更香 把它炒香炒出红油 调味加入半块豆腐润 少量甜面酱 姜面 花椒面 老汁 炒好的豆瓣酱来两勺 接下来就是这个麻辣蒸肉粉 里面加各种香料 干辣椒 花椒 炒香了的 跟自己煮的一样好吃 把它抓均匀 再把剩下的一半粉子倒下去 我们调这个粉 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水 要稍微调细一点 蒸出来才好吃 调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碗底拿来打底 上面摆上无花肉 再上弄 蒸一个半小时 要蒸到软了 它才更好吃 蒸好的无花肉 可以撒着葱花花椒面 散碎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收藏起来 试一哈哟 谢谢大家的朋友 谢谢大家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